据环球网4月28日消息 近日蔡英文当局某些政客再次作妖 网称台商台企对大陆投资占比大幅下滑 对此国台办28日回应称 这些政客给出的所谓数据 还有特别的政治动机和内宣考虑 大家听听就好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近日宣称 近年来蔡当局采取 多种措施吸引台商重返台湾 苏贞昌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目前这些措施已出见成效 回台投资金额突破1.2兆元新台币 而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比重则大幅下降 从2010年的84%降至2020年的33% 台当局的说法明显不切实际 在28日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马晓光当众揭穿台当局数据造假 马晓光指出 实际上当前台商台企在大陆投资发展 仍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今年第一季度 大陆新设台资企业1195家 同比增长33.4% 实际利用台资3.3亿美元 同比增长29.9% 加上经第三地转投资 大陆新设台资企业1214家 同比增长32.4% 实际利用台资9.1亿美元 同比增长80.7% 经过全国人民不懈努力 大陆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巨大的市场体量 丰富的人力资源 以及全球规模最大最全的工业体系 能为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正如马晓光所说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大陆都是台胞台企投资新业的最佳选择 感谢观看